廣州塔廣場計劃明年6月份會開業運營 將會成為廣州由一個地標性的商業綜合體 鄭漢貞報導 劉先生從武漢來廣州旅遊 廣州塔成了必選的打卡地 感覺就是看一下塔 感覺好像也沒有什麼購物的東西 但是有配塔以後會更方便 除了外地遊客 廣州市民也在期待廣州塔的配套升級 特別是抽小朋友過來 可以留得久一點 玩得更盡興一點 因為那些人玩了之後 現在就是很想去吃東西 很想去飲食 現在我就覺得選擇性會少一點 廣州塔廣場位於廣州塔的南側基建工程 計劃今年年底員工 目前的施工進度接近七成 廣州塔的南廣場 原本就只是一片大的陸地廣場 而在這次的改造完成之後 原來的廣場會被保留 還會新增一層地上的建築 以及兩層的地下空間 戶外廣場以珠水連儀為設計理念 可以同廣州塔底的平台連接 將成為複合功能的戶外藝術廣場 這裡還會有購物界區 包括兩處下沉色庭院 影塔水池 藝術展演 嶺南新園等板塊 從官方提前劇透的效果圖來看 設計和天河雙圈的天環廣場有些類似 這片廣場的商業區還計劃建設將近5000平方米的精品超市 可以滿足周邊居民和上班族日常所需 地下停車場還將與廣州塔停車場聯通 提供大約1200個停車位 廣州的電視我們早 talk this way